第二点呢 蒋先生的身体已经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已经八十四五岁了 第三个特点呢 圣灵官邸各位去过没有 圣灵官邸 去过 外面不是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可是他近他自己本人住的地方是一个铁门进去 一个小山丘里面 空间并不是很大 到了夏天很温热 为了各位的了解 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了 他的山奥里面夏天会很温热 很闷热 闷热的话 对我们一般巡船老百姓的话 开个冷气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蒋先生有个属性 有个特性 他是军人出身 他不吹冷气 不吹丁屋山 所以那边就有点闷热了 加上那个士林观点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一个黄色改编的 所以已经不符当时的一些需要了 所以这几种情况之下 在民国58年1969年 选择这张盖栋房子 第二年1970年就完成了 然后他住进来 我刚才有没有讲过那边很闷热 所以大部分住进来的时间都是夏天 冬天又冷了 他又下去了 到了住了一两年之后 他得了心脏病 就送到农民总院 然后末期的时候就回到士林观里 就过世了 这是1975年民国64年的事情 这段时间他住进来 取名叫做中兴宾馆 为什么叫中兴 我想各位 不管东北来的话 台湾的朋友都了解 咱们中国有句话 中兴复国 他还是要回大陆的那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他念念不法是个民族主义者 等到这个过世之后 1975年民国64年过世之后 就被控了四年 没有人使用 到民国68年1979年的时候 他的儿子蒋经过先生当总统了 他认为这被控的很可惜 他就指示国民党有个单位叫做党史会 研究历史的一个要住进来 叫他们做一个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要把当时党史会所掌控的 中华民国的历史跟国民党的历史 要把它做个分野 这个背景因素 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 推翻满清创造中华民国 是领导国民党 结果东征北伐 然后全国八年抗战 或者东北来的朋友讲14年抗战 对不对 然后到了那个比如36年 那个北达世纪建政 获了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来台湾 一直到讲经过这段时间 都是局势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中华民国都是有国民党 在那边一个党政公共的阶段 所以这个资料都混在一起了 我想这边有很多大陆的朋友 你们经过一件事情 民国38年 毛主席在这个天安门宣布说 今天中华人民过国成立的 反面不是占了很多十大元帅吗 包括中华人里面 你们应该很了解 你们有很多是防补军校毕业的 对不对 很多元帅是防补军校 包括周恩人还是防补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所以那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合在一起的 那这些资料都大部分都在台湾 早期的共产党都在台湾 到了讲经过先生当中总统呢 他解除了戒业 前面一段都是戒业嘛 解除戒业 解除了党禁 解除了报警 同时让那些随着政府来 台湾的一些老兵可以返向探军 后来促进两岸交流 什么事都做了 但是他觉得有一个就是 历史资料要把它分开 现在已经是民主了 分开 所以他叫中国国民党党使会住进来 做一件事情 就把资料做个分研 属于国民党的 以后由国民党自己保管 属于国家的 有些属于政府的 属于中华民国的 有一个另外一个单位的保管 那是台湾一个管理单位 外面大陆也有 我们叫做国使馆 管理国家历史国家党的单位 同时已经电脑化数位化了 这些原始资料要做个处理 所以中国国民党党使会住进来之后 把这边做重新的规范 把它取名叫做 这个园区取名叫做阳明书书书就学校研究所的意思 研究资料的地方 阳明因为这边叫做阳明山 取名叫阳明书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工作 等到任务完成了 台湾已经完全民主了 开始选举了 然后呢 他把这个地方就返给了 中华民国的政府 政府就叫给阳明山国家公园来管理 当然阳明山国家公园是个生态保护厂体 大陆也有很多 它是生态保护厂体 所以当国家公园接收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完全不破坏 刚才有没有讲过 先上洗手间 里面那么多房事 当然有洗手间 但是不开放 因为生态的保护 除了自然生态保护 包括人文的生态也要保护 但是因为阳明山国家公园接收的时候 是从中国国民党手上接收的 叫阳明书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叫做阳明书 这样毕竟大家了解了吧 好 这边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 很多人去过森林官邸 到时候给各位报告 这个地方比森林官邸还大 它有15公顷 有8栋房子 有三座公园 有三座公园 15公顷 市民官邸还大 但每栋房子都有它的代表特色 比如说这个红点 各位看到吗 对不对 就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第一个阶段 不是蒋介石先生在世的时候 叫做中心兵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在这边的时候 所有的相应设备 一定在 一定都有的 包括我讲过 有地下道的一些 那个战壕都有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是他的军事参谋团 他的军事参谋办公的地方 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故的时候 他就可以指挥作战了 这是军事参谋办公的地方 等他过世之后 后来不是民国 民国那个六四年九七五年过世之后 隔了四年 蒋介石大总统 要中国国民党党首会住进来 把这边规划为叫做阳明书吗 对不对 那中国国民党党首会 又把这边重新改组 因为那时候 蒋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他变成什么 一个近代史的研究单位 包括早期的共产党资料 都在这边开放 给世界上的学者专家来看 包括台湾很有名的228 那个资料都给他开放 好 等到这个中国国民党完成任务 离开这边之后 交给阳明书国家公园 我问这位聪明的小姐 请问你 现在这个地方做什么用途 对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经过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在中兴兵馆阶段的时候 这边是个军事参谋团 放过的地方 等到了过世之后 中国国民党党首会住进来 这变成一个资料的研究单位 那等到中国国民党离开之后 由国家公园来关系之后 我们变成一个资料中心了 好 各位来一起看 这一个大游馆看到没有 顾名思义就是军事指挥所 中兴兵馆的时候 这边一个大智 顾名思义就跟智慧 就是交通通讯官 这个是他的 他的室会长那些办公的地方 所以算是一个完整的设备 就第一个特别 15公顷 也重大一个范围 第二个特色是 这座房子是 叫中兴兵馆 是蒋先生在世的时候 最后一个住的地方 也是唯一 蒋先生在台湾所住的里面 唯一按照自己意识所开的 我刚刚有没有提到 中兴那个士林官邸 是日本时代留下的房子 刚刚我们前面一位老师 也讲过什么 台北宾的日本时代留下的房子 对不对 很多都日本时代留下的房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那是蒋先生 还是要回大陆 所以他并没有盖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是他晚年的时候 因为生病的关系 唯一盖的一栋房子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 蒋先生台湾 有些大到小小 东南西北有些住的地方 只有这个园区 是唯一由国家公园在管理 那国家公园管理的特色 就是生态保护 完全不破坏 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我们连名称都没有再改名字 还是要阳明书 那里面厕所也不开放 还是维持一个那样子 所以值得一看 据说应该是国家公园 以生态保护的管理 在维护这个地方 就各位了解了 讲完之后 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于风水方面也很重视 这个国家领袖 他当然有风水 一个安全的考量 这个叫七星山 应该是这个方向 刀过了应该是这样的道的 等会我们观看 最高的一座山叫七星山 台北京郊最高的 那这边有座山啊 叫做大屯山 那这边有座山 你们从台北山 大家可以看到叫沙漠山 以这栋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中心宾馆来讲的话 它完全俯瞰整个大地 底下就是关渡平原 关渡平原在台北 有两个河流的汇流地 一个是淡水河 一个基隆河 方位刚好 大概就是坐北朝南 各位看我的动作 最高的一座叫七星山 这边叫做那个大屯山 这边叫沙漠山 坐北朝南 前面还有水 下面有一个泰式椅 风水是不是很好 风水是很单纯的事情 不要去讲的太邪门 风水是有风油水 一定是好地方 住家卫生就这样子啊 好不但如此 我想各位来 你们那个大地的朋友 一定跟你讲过 杨明山这是个火山地形 这是最高的一座火山 表示说它是最年轻的 它的岩浆往前面流 它的岩浆比较浓稠 到这边就冷却了 冷却之后面的岩浆再盖上去 在中间不就堆积起来 就拱起来嘛 在地理学校叫做台地 各位刚从台北来 车子一爬坡 就进入到了火山 岩浆堆积的台地 慢慢慢慢就跑了 那杨明山最有名的台地 叫做华干 上面有一个台湾最高的学府 叫文化大学 所谓最高学府 就是它地势最高了 所以这台地很多 那这个台地的话 各位看 就除了这个泰斯一样 它底下有个台地 好像有个座墊一样 高高在上 俯瞰整个大地 模型很小 到了县岸就知道 这台地是很高的 就像对文化大学了解 那个台地是很特殊 很高的 讲完这个风水之后 在各位再看安全 这是个台地 那这边山面有山 台地很高 先不要被模型所误导了 那这边也很高山 所以这边产生了切割 就叫悬崖断壁了 这两个都悬崖断壁 日久之后就汇集了水流 水流这水流非常大 它不是小水沟 不是阴沟 它是有名有戏 叫做紫明溪 阳明溪 各位晓得 一个水流自然产生水流 如果不是水量很大的话 不可能有一个想当当的名字 对不对 就是紫明溪 这是阳明溪 我们到现场会听到浓浓水声 各位再请看 这两条河流 中间是个高耸的台地 这两条河流 像不像一个覆尘河 敌人要进攻的话 要翻山越岭 要渡河 才过来 所以 这边一个很奥妙的地方 总统这地方安全一定很好 可是你在平面上看不到 为什么 它所有的军事设备 都是反人家渡河来侵犯 所以所有的军事设备都在这个山腰里面 所有军事设备都在山腰里面 我不告诉各位 各位根本看不出来 我们叫 对不起 我们叫行守步道 有八个大雕尾 有十二个小雕尾 小雕尾 所以他一守南宫 有这么一个 那这个要现场各位来体会 最后讲完的话 再各位一个简单的观念 让各位认识一下 这条叫阳京公司 阳明山到金山的公路 那这条是各位下来的 叫中兴路 因为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建筑 叫中兴兵馆 那早期是不开放的 叫做总统路 到这个地方 然后各位再看 再往下走的话 台北人一定认识 这么一个发宗 负责旅游的话 一直在这个发宗 然后这边有陷害了 这边有很多人工设施 为什么特别介绍这东西 因为阳明山有两座公园 一个是底下的 叫做阳明山 阳明公园 一个是上面 面积比较 叫做国家公园 阳明公园是一般市民休闲活动的 所以你们樱花 度尽很多 到下个月 二月份开始 这边就很热闹的 因为日本人经营很久了 它历史很久了 所以这里面做了很多樱花 杜鹃 到了过年的时候 樱花就开了 所以台北人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每天过年时候叫做花季 来散花 那是人生人海的 看这个地方 可是上面不一样 上面是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的 我们完全没有破坏 没有大饭店 没有麦当劳 没有瘫痪 那最重要是由我们这些生态解说员 志工 各位做一个生态的报告 生态的报告除了自然生态化 也包括人文的报告 那这个地方主要是人文历史的报告 如果各位准备好了 我就带各位去看一看 带各位自然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那你们绝对很精彩 好 谢谢 谢谢